中华民国的国家竞争力 中华民国的国家竞争力 中华民国商管理学院不是随便来评鉴 所有都是有依据的 而且这也是我们近二十几年来 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单 我觉得我们要给现在的政府一个最大的喝彩 马英九先生也说了 我们要有世代的正义 我们现在是跨越第二十一世纪了 这个世代的正义就代表一个政治的责任 我们希望殿下好的基础 让未来的同学们有更好的环境 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往上更能攀升 这才是我们所期盼的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要能够有和平 这样子各位下一代才有发展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施政的具体成绩 小到什么呢 我们看看我们的米九 原来一百八十块 但是在我们立法院 我们把它变成二十五块钱 让我们能够吃我们的麻油鸡 烧酒鸡能够非常的安心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组织在照 单单今年三月七号送到立法院来 就有一百三十二个法案 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出了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这是什么呢 这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 该做没有人敢做 但是我们马英九政府勇于承担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良好的未来 当然组织在照不是通过法律就可以了 它有非常大的冲击 更要大家同心协力来面对 怎么样让我们的组织更健全 未来国家更有愿景 我们看到我们台北的花博 将近有九百万人次的参与 这个一共有七千场次的一文活动 我们用一 这个一百五十二万个回收宝特瓶来兴建我们的流行馆 这就是台湾的骄傲 这就是台湾的骄傲 没有什么呢 这就是台湾的骄傲